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肞星照耀 Shining as the stars 这是在菲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 大家请跟我一起读一下 菲律比书二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 在这弯曲被扭的时代 做神无瑕无次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圣经当中有很多极其优美的经节 这一段的话就说我是非常的喜爱 因为它非常的优美 中文圣经翻为是明光照耀 实际上的话就是英文的话 Shying as a star 就像群星照耀 大家想想非常的优美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话呢 是在北京的胡同里 四头院中呢长大的 大家可能有的人不大清楚 就说北京的胡同是怎么样 如果你不是在北京生活过的话 可能现在的胡同也不是住人的了 都变成景区了 那个时候记起来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很多胡同的话呢 是一个四合院 中间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天井 或者一个花园 可以种一些这个花草 还有这个蔬菜水果什么的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的话呢 特别是在夏天的夜晚 就是喜欢看着天上的星星 那时候印象非常的深刻 直到今天我还能记得 非常的非常的美 看到浩瀚的星空 一个个星星啊都在一起 有一个星两个星可能不起眼 但你看到这满天的群星的话 那种景象是如此令人难忘 当然以后大家知道了 就是说北京大都市变得越来越 灯光越来越明亮 在大都市的周围的话呢 灯光太强 已经看不到这个星星了 后来也因为忙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琐事 所以也渐渐的忘了 就说虽然我很爱看星星的话呢 也忘了 后来到了美国 正好我有一位好朋友 一天的话呢 跟他讲起这个事情 他说这好办 我正好在这个国家 这个天象馆兼职 所以呢你也不用买票 到时候的话呢 我把你从侧门领进去 就我跑去的话 说好啊 圆圆儿时的梦也不错 我就跑去观赏天 就一看的话呢 很不是滋味 因为那星星的话 是仪器造出来 那个灯光的效应 所以的话呢 没有感觉 我说你这个不行啊 这个没感觉 他说不要紧 说他又有主意了 他说他正好呢 负责一个 就我们这个地区啊 我们这个地区的最大的一个天文望远镜的负责人 他说你啊 哪天晚上看见那个气象比较好的话你来看 就说我单独给你来看 把那个professional天文望远镜打开你来看 我听来很兴奋 我说好 一言为定 结果说这个话的时候几年过去了 我一直没有找出时间来看 所以呢也是很有仪看 大家知道就说这个 星光璀璨 是这么样的美丽 这样的美好 使徒保罗在我们刚才读到的 《菲律比书2章14-15节》中的话呢 也以这个群星照耀 比喻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的生命 非常的美 《菲律比书》 《菲律比教会》的话呢 在这里介绍一些背景 这座教会的话呢 是对于保罗的话呢 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他是保罗在欧洲大陆建立的第一所的教会 所以《菲律比教会》的话呢 是他对于他来讲有特殊的意义 也是他非常爱的一所教会 他在《菲律比书1章7-8节》中呢 这样讲到 就说我为你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意念 原是应当的 因你们常在我心里 这个英文的话呢 翻译的更形象一些 就说你们常在我心里 他说 讲到说 I hold you in my heart 所以这个菲律比教会的话呢 是一个 他非常非常爱的一个教会 我们知道福音 从耶路撒冷到萨玛利亚 到小亚西亚 然后传到欧洲教会 菲律比教会呢 是第一所在欧洲大陆的教会 当时菲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因为看不到 后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他们可以看到的话 他们会非常欣喜地 激动地看到 以后千年 这个教会在 主的教会在欧洲大陆 蓬勃发展 而在历史上 教会历史上 菲律比教会的话呢 它起到了这种重要的作用 它是欧洲 这个福音发展的起始 但当时他们可能看不到 也许他们当时看到什么 我们通过新约圣经 有些知道一些 但是无外乎是 内部的一些问题 还有外部的逼迫 宝罗写这个菲律比书的时候的话呢 他是 他是在教会历史中研究的话呢 他是可能在罗马中 罗马书 在罗马写的 那个时候的话呢 他写这个 给他 他所最爱的 hold it hold it in my heart 这种教会 而呢 不晓得保罗有没有在 神的圣光当中 能够看到 这个菲律比教会 在后边所起的 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呢 就是在罗马 甚至是在他殉道之前 他将他所愿意讲的话 再一次地叮嘱 菲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知道 他可能是在 他殉道之前去写的呢 因为他在 刚才在 菲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呢 他讲到 就是说 无论我是在 捆锁之中 是辩民 证实福音的时候 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我体会基督 耶稣的心肠 窃窃的思念你们众人 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 他是在捆锁 他在监狱当中写这封书信的 并且呢 在后面的一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中呢 他接着讲 写道说 照着我所切勿的 我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实际上呢 这里的话呢 有一种就是 他愈 他愈感到 训道接近 他呢 就说在他训道之前的话呢 给教会一些托付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读这一段 菲律比书的一个背景 这是保罗在他训道 快要训道的时候 他的托付 我们读一段圣经的话呢 最重要的话呢 我们是要按正义分解圣经 而不是要几义解经 解经的话呢 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但是的话呢 有一些比较basic的 基本的这个方法 要一定要遵循的 他第一个的话呢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作者的写书的这个背景 他的历史文化的背景 而且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话呢 比当时接信的这些人的话呢 有一点的好的地方 就是我们知道 教会历史后边的发展 欧洲这些教会的话呢 在后面教会历史上 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 到亚西亚这些教会的 因为各种历史的原因与逼迫 或者一些信徒的软弱 教会的话呢 很多的光都失去了 但是在欧洲大陆 很多的教会弟兄姊妹的话呢 真是如群星照耀 非常的兴旺 在后面的一千多年 另外一点的话 除了这个背景 另外一个呢 就是解经应该注意的地方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context 就是上下文 我们看一看 这个菲律比书 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话呢 他的这个上下文 这个上下文的解释呢 说很有意思 我们刚才读到的话呢 是14到16节 我们马上看到前面 要读的这个前面讲的一些什么呢 他的12到13节 到12到13节的话呢 在那个program里有那个印的出来的话 在他前面有12到13节 讲到的就说 就当恐惧战精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就当恐惧战精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所以我们知道 菲律比书2章1416节 这种讲到的话呢 是他前面讲到 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的延续 所以的话呢 是非常重要的 一段嘱托 不但是保罗在他殉道 前不久的一段嘱托 也是他在这个讲到 这个前面讲到 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 嘱托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 这个菲律比书14节这里面 大家仔细看的话呢 你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奇怪 为什么这么讲呢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个 菲律比书14节的话呢 给遮住 我们不看14节 我们看他前面的话呢 这个他的这个context 他前面讲到 要恐惧战经 做成你得救的功夫 然后呢 后边讲到是 是讲到什么 就讲到是 做神无侠无次儿女 你们现在是世代上 好像明光照耀 好像群星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他这个 前后的这个context 觉得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是非常重要的 说做成得救的功夫 后边是讲到是 无侠无私 说在这世代 要像这群星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现出来 中间的话呢 我们大家来个填控 你可以想象 中间的话呢 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主托 主妇 这个呢 作为一个填控来讲的话呢 如果你不知道 假设你不知道 十四节他讲了什么 你呢 填控就说 哦 那肯定是 肯定是对付我们自己 各种罪吧 就说这个 什么罪呢 什么问题呢 教会什么问题呢 我们有自己什么问题呢 那肯定就是 说起来这个 做成得救的功夫 不杀人不放火 不贪财不偷盗 如果这不是的话 那就是这个 不堕胎不搞同性恋 再实在不行的话 就是不乱搞男女关系 你可以有很多的选项 但唯一的想象不到的话呢 他这里写的是什么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 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伪 这个实际上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发言源起争论 这种事情 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哪个人不发怨言呢 谁不争论呢 这个至于吗 就是说他 使徒保罗 至于在这么隆重的一个框架下 就好像是你 一个就是 一个戏文 你前面的铺垫 后边背景的 这个气氛的渲染 在他殉道之前 在做成 恐惧战经 做成得救的功夫 在后边是群星照耀 无可指责 你 你讲这些 觉得是一个 好像 很奇怪 是一个 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吗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他到底是 讲些什么意思呢 所以呢 有的时候 你看的话呢 弟兄姊妹 要读圣经的时候的话呢 要读的 要深入 要仔细地思想 这个圣经的作者 属保罗在这里 因为圣灵的感动 要传达一个 什么样一个讯息 给这个 菲律比 弟兄姊妹 也是给我们后世后代 所有 读菲律比书 的弟兄姊妹 他要传达一个 什么信息呢 我可以 讲述 任何很多的事情 就是 刚才我讲到了 很多的事情 可以讲 为什么这里这种 这种发远言起中论 有什么重要的 它这里什么意思呢 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两点 第一的话 是要看到它的这个背景 第二点的话呢 要明白它的含义的话呢 要看到它的context 就是上下文 然后呢 我们要看到它第三个点的话呢 就是说怎么样 明白这个 圣经的真理的话呢 第三点的话呢 是要看一下 它这个用词 有些特定的用语 用词 会带给我们一些 它原作者的 它的本意的一些启示 它这里 有一个特别用的一个词 就是 弯曲 贝谬的世代 这个词的话呢 是一个很有意思 这个词的话呢 是 使徒保罗 我们当然知道 使徒保罗的背景啊 他是一个 圣经的一个学者 就是当时讲圣经 实际上只是旧约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读新约的话呢 也不要忘记了这个旧约 这个弯曲贝谬的世代啊 这个词啊 这个是个特定的词 是在圣经当中用过的 同样一个词的话呢 是在旧约 是在生命纪 三十二章 三到七节 这里的话呢 他特别用过的 在这里读一下 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 你们要将大德 归于我们的神 他是磐石 他的作为完全 他所行的无不公平 是诚实无伪的神 又公义又正直 这弯曲贝谬的世代 向他行事谐匹 有这必定就不是他的儿女 愚昧无知的民啊 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 他岂不是你的父 将你买来的吗 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你当追想上古之日 思想历思念历代之年 他这里的话呢 也同样用了一个 完全一样的同一个词 弯曲贝谬的时代 在这个旧约当中的 生命记当中 用到这个词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像旧约的话呢 对于我们解释新约的话呢 有很重要的作用 我记得那时候 刚新主的一段时间的话呢 那时候呢 立定新智的话呢 要熟读圣经 但是的话呢 新约还罢了 这个唯独这个旧约 是非常困难的 我第一次的挣扎的话呢 是读完了这个创世纪的话呢 就读 读到这个出埃及纪 就出不去了 读了一阵就出不去了 就没出过这埃及 后来的话呢 就说不行 再卷土重来 继续读 我终于出了埃及 出了埃及纪 然后后边的那些 这个民宿纪啊 立位纪啊 这个生命纪啊 一进去就陷进去了 后来呢 我自己呢 也埋怨我自己说 我真是也太不争气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后来呢 我想了半天 我终于想明白了 那些里头啊 觉得 一些要么是律法 要么是礼 要么是一些 这个好像是 写些什么事情 总是看不进去 后来另外一点呢 我忽然发现 为什么看不进去的话呢 我发现那里头的话呢 有一点呢 就是说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这位神的话 怎么这么样严厉呢 就是说那个 应该慈爱的神呢 怎么好像那时候觉得很严厉 而且呢 也看着犹太人 这些人真是 也是笨 笨到家了 这个 你看看这个 出埃及记开始了 后边这个 这个摩西后边这几卷书的话呢 就是 在它这个旷野路上 就从埃及到迦南美地 流乃与蜜的之地 应许之地 这一段的旷野路的过程中 写的这些东西 所以 这个读起来的话呢 确实是有些难度 你翻一下下边一页 然后呢 你翻一下下边一页 就是看一下这个地图 就是说当时的这些背景 这个 以色列人 因为神 看到他们在 埃及受苦 因着 对他们 以色列人的祖宗的应许 让他们带领 由摩西带领他们 去找迦南 这个应许之地 流乃与蜜之地 所以的话呢 他们就从埃及出来 然后呢 并且过了红海 虽然 前有红海主路 后有追兵 但是神行使了极大的神迹 分开了红海 所以以色列人从红海当中 走过去 这一段的话呢 有一段 有一个 就是说 属灵的含义 就是说 这些 全部以色列人的话呢 在红海当中的话呢 也是受洗 经这个 红海之洗 神呢 成为他们的神 他们呢 也作为 烟花神的子民 所以成为神的家里的人了 你们看这个地图啊 就是说 从这个埃及 到这个 迦南 这个直线距离啊 真的是不是很 不是很长 也就几百公里 当然的话呢 他们走了一些 这个弯路 这个弯路就算是 那个弯路算进去 你看那个尺度标识的话 也不是很长 他们就从这个 你看那地图啊 从那个过了红海以后 就去了乙林 当然那个乙林的地方的话呢 是大家读圣经是非常了解了 就是因为缺水嘛 大家抱怨 所以呢 那个 这个 这个水苦啊 就后来 这个 找到这个 耶和华供应 他们有这个水 然后后来呢 就一直到底下 你看 就是这个西奈 西奈的话呢 我们知道 这个西奈山 圣经当中非常有名的是 摩西上西奈山的话呢 领了十诫 这段历史的话呢 大家非常熟悉 但是你仔细读的话呢 就说这段历史的话呢 也是以色列人很不幸的一段历史 为什么的话呢 因为呢 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呢 虽然看到神行使这样大的 救赎的神迹的话呢 但是可以说是呢 他们呢 也是一路抱怨 从过红海开始的话 一直一路抱怨到这个 西奈山 其实你仔细想想的话 他们抱怨呢 完全合情合理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不合道理 你本来嘛 就是说这个 最出来就是说 没肉吃 没水喝 本来就不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情 而且风餐露宿的 就是常人的这种反应 抱怨抱怨 然后呢 另外呢 一个 我想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的话呢 不是这个艰苦啊 还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认为是前路茫茫 极大的不确定性 人呢 如果你处在一个环境 你觉得现在的环境艰苦 现在前面的环境艰苦 如果你知道前面有更好的盼头 那也罢了 你知道吧 没有问题 但最最要命的是 前面不小的前路是怎么样 前路茫茫 看不到 不小的 有很大的未知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呢 在西南山下的话呢 就说 这些 这些会众就说 这些以色列人就造反了 不干了 廖超子不干了 说这个 为什么呢 说摩西上山上去了 没leader 群龙无首 好歹有个摩西在那里 还能镇得住 摩西跑到山上去 因为领受耶和华神 直接的教导 搬与实戒嘛 戒命 没有leader 所以呢 这人一下子就 信心就荡然无存了 所以的话呢 那个时候呢 也是什么都抓 所以呢 当时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了 抓了这个金牛肚 所以呢 后面有很多的 遭到神 很多的这个审判 但是的话呢 幸好是摩西呢 后来回来了 事情解决了 这个leader又回来了 所以呢 他们继续启程 就向迦南进发 这个迦南美帝 应许之地进发 你们看到他那个地图啊 就往上去了 就直奔上边去了 实际上呢 到上边去的话呢 就说他离迦南地 已经很近了 就已经是几十公里的样子 这个以色列人就停下来 停下来呢 以后的话呢 他那时候的话 我们知道的话呢 就说他这个 派一些这个探子 去迦南地去探 实际上那个探子 深入迦南地 已经很深了 实际上已经 当时的记载的话 已经很接近 耶路撒冷甚至 所以呢 回来以后的话呢 这时候呢 更大的不幸发生了 我们读这个 据约圣经的话呢 知道这段历史 一个更大的 什么不幸的话呢 就约束亚 他们这个 两个人跑回来 告诉了这个 说是你看看 这又捡了个葡萄 回来 就说这个 你看看 确实是流难于蜜的地 这个神的应许是信师的 其他的探子回来的话呢 就说坏了 说迦南地那些人很强壮 说这个 所以的话呢 就这个抱怨的话呢 或者争执的话呢 就是愈演愈烈了 这在那个民书记的话呢 是这样写到了 就说这个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 那也百姓都呼好 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 全会众对他们说 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这个旷野 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 什么倒在刀下呢 我们的妻子和孩子 必被掳掠 我们回埃及去 岂不好吗 众人彼此说 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 回埃及去吧 在生命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 三十一章三十二 三十一三十二节中的话 也同样讲到 就说呢 说他们的话呢 就发怨言说 耶和华因为恨我们 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 灭出我们 所以呢 当时的情况的话呢 就是怎么回事呢 就说 一看 我 我这个 这个 当时 因为当时比那个在西乃山的时候 实际上是 应该是很好 因为摩西 作为领袖是与他们同在 他们是有领袖 有带头人的 但是的话呢 这个全体这个惠众不干了 造反了 原因是我们 我们干嘛呀 我们在这干嘛 我们还是回去吧 回埃及吧 那个 我宁愿在埃及 宁愿在埃及死 我也不愿意做这种 这种不确定的这个事情 人的话呢 人的本性的话呢 就是对各种的不确定性 不未知性呢 有这种极大的恐惧 而此恐惧的话呢 到一定程度的话呢 任何的信心都已经荡然无存 甚至对神的信心 也是荡然无存 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悲剧就发生了 最后呢 耶和华呢 在民书记十四章 十一到十二节中的讲道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 行了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大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盛 在《生命经》一章 三十四三十五和三十九到四十节中呢 也讲到 说耶和华听见 你们这话就发怒 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 这弯曲被扭世代的人 连一个也不得见我 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帝 而你们所说的这些妇人与孩子 是说你们必被那些加拿大人掠夺的 或者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 反而会必进入那地 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 他们必得地为业 至于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吧 所以呢这个悲剧就发生了 那个 请回到那个地图 再往回翻 对 看到那个地图的话呢 你看到他们本来已经接近了 那个接近了那个加拿大地的时候呢 他又都回来了 在于都回来了 都回到这个 回来以后的话呢 又走这旷野路 实际上即使他兜了一圈 再回去 那个距离也不是很长 也不是很远 但是你们知道 他们走了多久才走回去吗 大家知道吗 走了多久 对 四十年 所以他们这一代 这个发怨言的 全都死在旷野里了 这个为什么是 为什么我们的神 是这样愤怒呢 就说这个是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 原因呢 就是我们知道 我们得救也罢 我们成圣也好 其最主要的我们的 所能抓住的 就是这个信心 就是这个信心 而因着人 刚才我提到的话 人的这个 其罪性 其个罪性的反应 就是信心 非常的软弱 一旦 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 一旦 遇到一些不确定性 或者未知性的时候 即便是短短的时间 时间很短暂 即便明明知道 神时刻会看顾 因为耶和华神 是我们的神 而我们是他的子民 对以色列人中 也是这样 他们也并不是不知道 但是即便如此 因着他们的抱怨 与争论 他们的信心 已经荡然无存了 他们支取神能力的纽带 已经断掉了 他们得神能力 得神各样祝福的 这个管道 已经全部闭塞了 原因是 原因是他们的抱怨 及他们的争论 不但是催化了 他们自己的信心 当时以色列人 他们自己的信心 也是神祝福的渠道 完全的堵塞 所以这个是 可以说是要命的事情 要命的事情 我们后代的时候 读这段的话 也为当时的以色列人 而惋惜 他们实际上 明明是可以 几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进入迦南美帝 但是他们走了四十年 他们明明 看到这极大的神迹 在红海当中 被神所拯救 受洗 他们白天有云柱 晚上有火柱 天上降下马拿 耶和华供应 一点也不缺乏 要肉吃有肉吃 要水喝有水喝 要领袖有领袖 但是 他们还是 让这个悲剧 历史上的悲剧发生了 你说他们蠢吗 是蠢 但实际上 他们 也是很聪明的 所以说 这个走旷野的路 是艰难的 以色列人当时 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决定 他根据当下 他们所知道的这个信息 困难 做了这个危险性 risk 这个risk modeling 就是说这个风险系数的估值 然后觉得说是最保险的 还是咱们回去吧 回埃及去 是最保险 最妥定 还是回归以前 那时候管他怎么样 好与不好 也是最踏实 所以说他们蠢 他们也认为 至少他们自己认为 他们是蛮聪明的 但是很不幸 悲剧就发生了 所以我们知道 在使徒保罗写这一段的时候 写十字节的时候 凡所行的 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师弟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味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就说 他在写这段的时候的话 他是以史为尽的 他就想到了 他特别用了后边那个词 在这 在这湾区贝谬的时代 他是以史为尽 就是也 新约教会处境相同 内忧外患 非常的困难 而且他们的领袖 因为在狱中 在捆绑当中 无法到他们当中去 他们的领袖 属保罗不在 没有头啊 所以 有很多的困难 当时教会的话 也受到很大的逼迫 确实是很有困难 但是 使徒保罗的话 这里就嘱咐他们 就说 要在这湾区 被谬的时代 做神 无瑕无私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上 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就是在 很困难的时候 属保罗在这里 嘱咐他的心爱的教会 属这个教会 放在心里的这种 holding heart 教会的时候的话呢 他也在同时的话 不但是提醒他们 也同时鼓励他们 使这一节的非常优美的经文 就在这里时候出现了 属说呢 好像明光照耀 好像群星闪烁 将生命的道 表明出来 我们知道 这个星星啊 非常的漂亮 你能看到这个群星 浩瀚的群星 但有个条件 这个背景啊 一定要黑 你不可能背景那个 很亮 你这个看不到了 这个光很多啊 你个是这个夜空越黑暗 这个星星越 越明显 越闪亮 越能有表现 你在夜晚的时候 你可能有这个经历 你不管你的视力是怎么样 有人的视力好 有人视力差 就是那视力不好的人 在一个漆黑的路上 你很远就能看到一点点的亮光 那个亮光 即便是很微小 但是也能够射破着重重的黑暗 是背景越黑暗 它的亮光越明显 越能够表征出来 越能够outstanding 所以这里的话呢 弟兄姊妹要知道 要有智慧 要知道的话呢 这个就是一个神 属灵生命的一个秘诀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 我们怎样将我们的生命道 表明出来了 怎么样那些不信的人 能够知道我们有神的爱 我们与这世界不同 是与世界分离出来 而成生的呢 我们怎么样有这个机会 可以表现呢 实际上最好的表现的机会 就是那在 你所处的这个背景 非常黑暗的时候 这历史上就是这样子 神圣灵的工作 最彰显的时候 最荣耀的时候 也是 无论是个人与教会 都是最有困难的时候 那个时候 正是 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信主 我们信主 不是只是想着我们自己 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珍宝自买 反正我们自己上天堂了就罢了 管他怎么样 不是这样子 我们将来要面对神 要见主面 我们要希望神称呼我们一位 称呼我们都是 那忠心良善的仆人 你真的是将我传给你的道 将这历史与一代 使徒先知 与众先贤 先学所洒的 流传下来的 传下来的道 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表明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要表明出来 所依靠的是这个 contrast 这个对比 所以呢 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我们可能 大家已经很熟悉的 圣法兰西斯的一个 很著名的祷告 我在这里读一下 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sow love Where there is injury Pardon Where there is doubt Face Where there is despair Hope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Light And where there is sadness Joy Oh divine master Grant that I may Now so much seek to be counseled As to counsel To be understood As to understand To be loved As to love For it is in giving That we receive It is in pardoning That we are pardoned And it is in dying That we are born To internal life Amen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憎恨之处 拨下你的爱 在伤痕之处 拨下你的宽恕 在怀疑之处 拨下信心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绝望之处 拨下你的盼望 在幽暗之处 拨下你的光明 在忧愁之处 拨下欢愉 是我做你和平之子 在赦免时 我们得蒙赦免 在舍去时 我们便有所得 所迎接死亡时 我们便进入永生 Amen 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 我们所面对的 不管我们个人也好 教会也罢 所面临的难处 都是极其短暂 神一时一刻 也没有离开我们 而这正是我们 正是神 让我们将他传给我们的道 表明出来的机会 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都成为那天上的星星 这光亮 不管是你强光 或者是弱光 但是在这黑暗的时候 在这困难的时候 你的一言一行 不管离得多远 都能够看到 在怀疑之处 我们要讲信心 别人如果得罪我 我们要讲宽恕 在忧愁的时候 要分享快乐 不要想着我们 从教会得到什么 反而要想到我们怎么样 我们能够做什么 能够帮助教会 能够使他人得意 使徒保罗在 菲律比书四章 十四到十四节中的话呢 他也以他的个人的体会的话呢 他也这样讲到 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我并不是因缺乏所说这话 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随时随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使徒保罗当时在 监狱当中 他本来可以 如果神所允许的话 他可以到建立教会 与弟兄姊妹 他所爱的弟兄姊妹 在一起带领他们 但是因着神的旨意 他在枷锁当中 他不但是在枷锁当中 而且他殉道的时间 也一天一天地逼近了 而当时他看自己 是有心无力 无法再继续地服侍 看教会也是内忧外患 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 也被这在内在外的 黑暗和不确定性 未知性 所深深的迷惑 处在极大的忧虑当中 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的领袖给关起来了 而且马上可能会离我们而去 我怎么办呢 教会现在 这还不是那些小雅西雅的教会 还有一些教会互相帮助 他们在欧洲这边 这边的话孤立无援 怎么办呢 前面有路吗 但是这首使徒保罗这封信的话 菲律比书的话 反而要说靠主大大的喜乐 原因是 他明白 这是神给菲律比教会的众弟兄姊妹 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 一个机会 所以他们 他们真的是他们能够活出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这个真道来 给他们一个机会 如果说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有成绩单 就score card 如果在鼠灵里面我们要有score card的话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见主面呢 如果有score card的话 他会看些什么呢 我有时候也在想 主会看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 OK 我去过几家这个Mega Church 我在那里跟上千人很兴奋的 大声的赞美 当时还有很多人录像 你要仔细看的话 你要放大看 我那个估计还能看得到 就有录像为证 或者说这个 我做得很好了 我跟你讲 我这个每星期都去教会啊 这个 那个 有什么需要哪个地方 有些什么 有些需要监住的 我这个还去捐助 做得很好了 这些都是很好的 并不是说这些不好 但是你能够 能够somehow outstanding吗 你这score card会不会就写着这个评语是comments 就说 你知道你看那个 你们有孩子的话 学校里有那个score card 每次来的话 家长都很兴奋啊 就说这个 哇 终于来了 就是既兴奋又忐忑的心 打开那个你的孩子score card 你看那个成绩 然后呢 后边有那个评注 是不是outstanding 你都要写那个 excellent outstanding 这个outstanding的话呢 就说 不是fine 你知道吗 如果是fine这个词的话 OK 这是average 这好像不怎么样 要outstanding 你怎么才能够outstanding呢 你怎么能够outstanding这个词句话 你怎么能够表明出来表现出来 这是outstanding 这是outstanding的含义 神不是不给我们机会的 神给我们很好的机会 神现在就给了我们机会 每个人都有机会 在那个将来面对主的时候 你的score card那个评语是outstanding 这个真理就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是知道真理的 就看我们是怎么样做 所以在最后 这个菲律比书二章十六节中的话呢 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总结 他就说的话呢 说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 没有空袍 也没有徒劳 你知道人 在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 已经人过中年了 或者在中年 或者是已经过了中年了 你知道人 这一生的话 最觉得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什么这件事情呢 就是担心着 碌碌无为 这时间呢 是白过了 碌碌无为 你回想你这一生 做了什么 有些什么outstanding的地方 你complish什么 成就了什么 后来一想的话 这个碌碌无为啊 我既没有到非洲 去沙漠中 去那些部落当中宣教 也没到亚马逊的那个森林里去 还没有意思吗 还没有意思吗 这个一年一年的过去了 信主的年头在增加 做了什么呢 后来一想到说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机会了 这个本来就没有什么机会吧 我就是 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金钱 没有机会嘛 你不能怪我啊 但是神是没有给我们机会吗 祂给我们充充足足的机会 弟兄姊妹 不用去非洲去宣教 或亚马逊森林去哪里去 去跟那些吃人的族去打交道 不需要 就在我们这每一天 很平常的一些教会当中的一些小事 很平常的一件小事 你是不是在 是不是宽恕那些得罪你的弟兄姊妹 是不是在有信心 别人信心动摇的时候 你来帮助他们 监守他们的信心 是不是这个教会有些破口漏洞的时候 你即便不告诉任何人 你默默无声地将那些破口漏洞堵住 这些细细的小事 好似是无关紧要 但是你是知道的 在教会有困难的时候 你做这些小事 这就是像星光一样 你无论隔了多远都能看得见 特别是神都看到 记住 同样在你属灵的scorecard上面 评分是在那上面 我在几个月以前的话 牧师以及教会的领袖跟我谈 让我的话 看看是不是能够承担一些 更多的承担一些 在教会需要的时候 承担更多的一些责任 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商量 我太太那个时候 你知道她一直身体不好 特别是那个时候 她刚读完手术 还在家里 就是说 这个是卧床休息的 那个时候的话 我工作的话 也是非常的忙 家里外面的话 一大堆事 我就跟她说这个事情 我太太就说 干嘛呀 说现在 说这种事情 好像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而且我现在还需要照顾呢 说你跑去的话 事情太多 说你要不要等我 我身体好了以后 或者怎么样 然后我当时就跟她讲 我就说 你看 虽然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 我们扪心自问 为了神 为了主做了什么呢 真的 有哪些 就是说 你能够扪心自问 觉得是 实际上真的是 你自问 真是 为了神的家 为了 我说好不容易 至于有机会了 现在教会有困难 有需要 既然已经找到头上了 这不是单纯一个人 找到头上 人的提议 这是神的选择 我们怎么能够 不做呢 而且你不想想 我在神学院 读了八年 为了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时候出来 不愿意做的话 那将来还做什么呢 我跟我太太讲了后 太太马上也明白了 说是没错 讲得很好 机会啊 弟兄姊妹 机会啊 珍惜吧 但愿弟兄姊妹 也有这个属天来的智慧 所以 也能够像使徒保罗 这样讲的 将来 不管是在离世之前 还是在见主面的时候 可以这样讲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夸我 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赐给 这美好的话语 你的话语 你给菲律比教会的 众弟兄姊妹 这托付 也同样 这托付 这真道 也给我们今天在座的 每一位人 给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以史为尽 让我们看到 当年以色列人的经验教训 也求主 你再一次的 以你的爱 再一次的激励 我们的心 你的圣灵 再一次的充满我们 使我们真的是明白 你的心意 明白 你在万人当中 拣选了我们 在我们生命当中 这美好的计划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成为那天上的明星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 面对着这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未知 与不确定性的时候 能够闪闪发光 这光芒能够穿透着重重的黑暗 使我们能够有机会 将你所传的 将这历史历代 圣徒 因他们的鲜血 所传到我们手上的真道 表明出来 主啊 在幽暗之处 能够搏下光明 在忧愁之处 能够带来主天的喜乐 让我们不是想着 我们从教会得到什么 而是要想着 我们怎么样 能够来个帮助教会 能够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成为这明亮的星星 今天就让这主的爱火 在我们心中燃烧 再一次的眺望 从今天以下 这光就会越烧越旺 主啊 将我们将来 与你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能够欢喜快乐地说 我们每一个人 在基督的日子 都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主啊 就求祝你 再一次的 调量我们 也祝福我们的教会 祝福我们 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一上祷告祈求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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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